光天花日下大量物品碎片漫天廢物 吓得目击者狂飙脏化 美国南加州22号产见出现龙卷风 目击者拍下龙卷风卷起许多碎片 遇到建筑物和汽车时 这些碎片就成了武器 射船车窗建筑物墙壁上伤痕累累 根据CNN报道 这场龙卷风最大风速 估计达到每小时177公里 虽然只是一级龙卷风 却是1983年以来 洛杉矶出现最强的龙卷风 而且因为龙卷风成形的太突然 根本没机会发出警报 洛杉矶以南的工业地带 蒙特贝楼市更是重灾区 当地市府说至少一人受伤送医 有17栋企业仓库严重受损 空拍画面显示几乎整个屋顶被卷走 其中11栋甚至被标记成围楼 龙卷风当下还有学生一开校门 就被卷到地上 最后索性黯然无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